终于赶完了美之宫二的攻略 赶紧开始吧 首先开启二层有三个条件 一层箱子全开 波机符文全满 然后在美宫点一下会激活任务 在艾卡拉奇接完任务后 做完后再点美宫就可以激活二层了 首先进入二层后会看到我们的波机已经长大了 又粘体非常可爱 我这次尽量不转镜头 就和地图保持一样的方向来走 首先出身点往右 这个灯亮一盏灭一盏会打开一边的门 我们先走下面 这里有个商店需要用材料来买道具 一个炸弹和一个头颅各买一个 然后我们从背包学会炸弹 再从技能栏把它拖出来 炸弹是十字形的 你只要站在斜边就没关系 表面破损的箱子是不能推动的 所以我们需要炸掉它 然后回到上面的房间 再往左走 两层有个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说它的每个地图 如果通过了就会显示绿色 如果没有显示绿色 就说明你有某个宝箱没有拿 往上打怪开箱子 往左触发情节 Boss让我们去找它 地上的方块需要压重物 就和人类一败土地一样 你要把箱子推上去 或者你自己人站上去 回到开灯灭灯的地方 我们这次走上面 存活40秒 角落躲好就行 不需要打 然后走上面来到一个转盘 这次迷宫主要玩法就是这个转盘 它的原理是顺时针一次 逆时针一次 我们先顺时针来到左边 打怪炸箱子 这里一共有四个宝箱 左右重物压好 然后人站在下面拿两个 跑到上面再拿两个 用钥匙开门继续往左走 这里有个幽灵 需要把灯全部点亮后才能达到它 最后一盏灯需要把箱子 推到指定图案上才能激活 这里是打小boss 打完往上走 这里也需要把箱子 推到指定颜色上 左中右分别是紫色 粉色蓝色 所以我们只要推下面 右边两个就行了 拿到钥匙向右走 50秒摧毁房间中央的装置 炸一下推一下走进隐藏路 炸弹会传递 所以时间上是来得及的 拿完箱子我们需要回到转盘 去探索右边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刚才我们是顺时针 所以说下次是逆时针 所以我们需要绕到六点方向 重新进入转盘 右边是个毒圈 绕进去拿宝箱 继续往右打怪拿宝箱 远程可以直接外面打 或者也可以推箱子进去的 继续往右是个传送房 踩什么颜色会传送到相应颜色的地方 12点拿好宝箱继续往右走 炸箱子拿宝箱 继续往右打第二个小boss 往上开箱子 然后往下往左往下 打完小怪开箱子继续往左 这里又有一个转盘 顺时针来到下面 地钻上压上中午后拿宝箱 这个房间有一个无头雕塑 需要我们把商店买的头颅装上去 然后它手指的地方就会开门 我们先走六点方向 地钻上压中午 然后拿宝箱 再回到上面走左边 这个房间也是把箱子推到地钻上 然后炸了灯处拿宝箱 石像房没变绿色 我又转了一下 往上走来到乌鸦房 选一个乌鸦最多的传送针站上去 六点有三只乌鸦 所以就站紫色的 拿宝箱继续往左 用钥匙开门打怪拿宝箱 接下来我们要探索迷宫的上房 第一个转盘下一次是顺时针 所以我们要绕个圈子 从它的九点方向进入 往上走 按照顺序点灯 之后会出现传送针 如果你踩错 可能会被传到其他地方去打怪 踩黄色的直接进入下一关 地钻鸦中午 炸箱子拿宝箱 这时候我发现刚才的地图 还没有变成绿色 跟进去看看有什么东西没有拿 所以说这次美宫二层 还是设计的非常合理的 往右来到怪物房 这里的怪物会喷火焰 被烧到还是挺疼的 用箱子压住它就能过关 我这里调整一下 视角保持和地图一样 钥匙开门往上走 点灯炸弹压中 往左打怪拿宝箱 往上走继续打这个小boss 往右走 点灯炸弹拿宝箱 往下走 点完所有灯打幽灵 打完幽灵出现传送阵 踩着传送阵进去放炸弹 然后再马上出来 拿完宝箱继续往下走 这里是一个镜子房 原理就和一层那个镜子房一样 炸箱子 推镜子 转界面 让光线照到灯中的灯塔上 然后用炸弹把它炸掉 我转一下视角 我们继续往下走 这里也需要转动一下视角 才能看到宝箱 然后继续往下走 这个房间有些复杂 站在地砖上会看到有四个方块 这四个方块是不能炸的 我们利用炸弹的特性 在这四个点放四个炸弹就行了 拿完宝箱 调整视角继续往下走 这里踩在左下角的地砖上就行了 然后我们要通过转盘走到地图的最下面 我们从12点进入转盘 点灯房 点亮另一边 这个房间是在70秒内找出并打开宝箱 炸掉破损的箱子 把好的箱子推上地砖就行了 往下开箱子 开完箱子继续往下走 会出现一条隐形的路 通往BOSS房 这次的BOSS也是多阶段的 首先我们会看见有一盏亮着的灯塔 吸引BOSS用闪电打它 灯熄灭了之后 我们要把BOSS打到布丁雪亮 然后它就会变成二阶段 召唤中间的水晶 这时候我们再引它用黑色闪电 来打中间的水晶 水晶消失后 我们就可以全力数出来 打完二层BOSS拿最后一个箱子 虽然波机又消失了 但是等到三层的时候一定更美丽了吧 好啦 二层攻略就到这里结束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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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